上个视频咱们探访了黑水国遗址的南城 今天带大家看看黑水国的北城 遥想当年汉武帝派大将军获取病西征 大破雄如一河西 就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四郡 其中的张叶郡并不在现在的张叶市 根据考证张叶郡的治所就在今天的黑水国北城 作为曾经的张叶郡治 北城的地位要比南城高很多 但是找到它容易走过去很难 大家看看这是个傻鸟 哇 飞太快了 找了半天没找着北城 然后着实车开不过去 所有的路都过不去 然后我们现在绕到一个煤厂 走过去看看能不能过去 应该在远处那个地方 现在这个水拦住我吧 我们走两条路都不通 不是路被挡住了就是安了个门过不去 相传西汉初年 雄奴王莫都在麒莲山击败了月之 用月之王的头盖果喝酒 这导致月之被迫西仙 而留在原地的月之成为小月之 黑水国北城就曾是小月之的国都 近代在这里出土了一些古人的遗骸 他们的颈骨长度远超一般人 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常人谷 这或许就是当年的小月之人的残骸 我刚才看了一下用床脚打过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黑水国的北城 我的天呀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找它那么难 2000多年前的古城已经近在眼前了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上去看看了 这个城墙已经非常的矮了 也就是六七米高 就是转这么一圈 大家看还没有 那边整个被沙漠给覆盖了 到了西汉的时候 这个地方又成为了张叶郡的郡质 就在这 这就是张叶古城 走 上沙漠看看 现在咱们就走上了这个沙漠了 沙子了 2000年的沧桑 没有人烟 这是城门 看着呀 这是城门 此时傍晚的黑水国 好像随时要被黑暗侵蚀 显得格外荒凉 沙地里竟然有那种颜色鲜艳的小果子 不知道是不是沙鸡 他们给这座颓废的古城带来了一些生机 沙漠里的水果啊 我也尝尝 这玩意能吃吗 怎么样大郎 中毒了 等我兄弟武松回来 嗯 错 我们现在要走上这个沙漠了 沙漠里还有一个角楼 好像是 今天风也大 这不会被陷进去 这不会被陷进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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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还好 整个城市被埋在这个厚厚的沙子下边了 下边一定有很多的宝藏 这座被沙漠掩盖的古城 当年却是一片绿洲 它曾是丝绸之路的重镇 河西走廊的一颗明珠 当年获取病 宫崎连山 扬威路德 中的路德就在这里 西来东网的商人和僧侣 给这座城市留下了璀璨的文明 近代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 说明当时的人们生活很富足 可这座城市到底是怎么荒废的呢 有一种说法 它与隋阳帝有很大的关系 公元609年为了炫耀国威 隋阳帝亲率十万人西巡 经过了艰苦的跋涉 他来到了张叶 在张叶 隋阳帝接见了高昌王和西域二十七国的使者 但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却是路德荒废的开始 从汉代到隋代众多的人口导致古城的周边生态恶化 这里不具备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条件 于是地方政府把郡治搬到了新的城市 以接待皇帝和各国来宾 这里则被荒废与明垂青史的机会擦肩而过 十几公里外的新张叶正在万国来朝 欢歌笑语响彻云霄 这里却在落寞中归于沉寂 直至被黄沙掩埋 整个城市 基本上一多半都被沙漠深深的埋在下边了 就像这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脚堵成墙的一个脚上的 当年观察敌情的这么一个用途的 这看着还能爬上去啊 还有窝儿 哇 你这不开眼了 哦 哦 由于近些年来对沙漠的治理 古城已经成为方圆N公里内唯一的沙漠 我和窘婶儿在这难得的一片沙漠中 愉快地玩耍了起来 使不上劲 学里有多少傻子啊 你看看 1941年 于又任在富墨高窟的途中 顺便寻找黑水国 却没有找到 他在诗中说 沙草迷离黑水边 何往称为黑水国 是啊 这南城和北城 为什么会被称为黑水国呢 那两座城市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查看了很多资料 根据目前的研究 这两座古城好像没什么关系 它们被称为黑水国 很可能是明代以后才有的说法 因为这里周边地势低洼 积水成潭 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黑水窝 久而久之 窝就独成了国 两座不同时代 并无关联的古城 就演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王国 当然啊 这只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种说法 也许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古代的神秘国家 那也说不定呢 这个 也不知道我们看的是一块沙漠呀 还是一座古城 古城的遗迹已经非常的少了 这块沙漠呢 能看出来啊 别的地方呢 是在保护这个绿洲 这个地方是在保护沙漠 因为它这是它原生态的一个古城的 一个外貌嘛 一个形态嘛 如果给它清理干净的话 那个就没有那古城的韵味了 是吧 对啊 这边现在都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沙漠也是很珍贵的 好了 然后咱们今天这个黑水国一纸的视频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咱们下个当时视频再见 拜拜